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描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描政治,每周帮大家描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Spotify,Apple Podcast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然后我们这集非常特别,我们跟博客来有一些合作 然后在节目最后我们会推荐大家几本好书 然后还可以告诉大家说要如何获得这次博客来提供的礼券 如果大家最近有认真的在follow卧槽的脸书的话 其实会发现一个我自己觉得有趣的现象啦 就是我觉得是这一周是这半年来 少数新闻是疫情之外的比较多 就是除了疫情之外的事情 所以这其实也表示就是疫情 至少在台湾疫情好像的这个新闻也慢慢荡下来 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关心,开始关心其他事情 但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觉得比较讽刺的讲法 就是 太过了,很恐怖听起来 因为感觉说什么社会恢复正常的运作 结果是不是这么的混乱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运作才有的情形 你说大家又开始比较happy的这样子吗 虽然我们开心说疫情在台湾啦,其实在国外还是没有坚缓的现象 可是在看到说无论中国或是台湾或是国际上都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也是一种有点难过 你说什么,像那个 不过这个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啦 你说像那个我们上礼拜 我们有没有看到自由亚洲电台 其实它有一个新闻在讲 中国一年其实出口非常多的 法类,毛法类的制品 一年可以出口价值60亿美金的金额 但是它那篇报导其实就有请教说 其实里面很非常多的头发制品 其实非常有可能都是来自于集中营的威吾尔人 很可怕啊 你就想说如果我是一个秃口 然后我买了真法的产品 然后结果都是来源都是从 可能是威吾尔集中营来的话 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 对啦,不过我相信他们并不是因为疫情趋务 他们始终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加工这些法制品的人是谁呢 也是他们自己在强迫劳动营的威吾尔人 所以威吾尔人要自己长头发 自己把自己的头发做成制品 然后外销给其他国家 然后在国际的部分 其实最著名的就是最近的那个美国白人警察 他那个 你说在那个逮捕的时候 是压死吗?用膝盖把他... 对,在逮捕的时候 过激的手段让这个被逮捕的人失去了生命 当然有不同他怎么... 如果死因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啦 但是总之在逮捕的过程中 让这个黑人男性这个死掉了 然后结果就造成说美国很多城市现在都是暴动 对对对 那美国疫情其实... 其实也没有趋缓 没有趋缓 所以当成说他们国内真的是有很多状况要处理 然后国内最有名的是上个礼拜 就是... 敦南成平官们的行为是蛮大的 但是有一个对我们媒体圈来讲更sade的是 很sade吗? 联合晚报停刊 不觉得一个 识本媒体的停刊是一件... 不会,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啊 我觉得死在陨落欸 不是死在陨落啊 这叫做... 该走的还是要走 迟早要走 对 所以你是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 世代替换的一个现象吗? 那我就说就应该说我们台湾人值得更好的资本媒体 好啦反正种种就是各种的事物嘛 然后我们就想说 可以挑个题目来讲 我们今天调论的是通奸除罪化 登登登登 对这个... 老实说啦 如果不是视线新... 就是有新闻出来说通奸除罪化的这个主题 平常我们也不太会去关心通奸除罪化 真的吗? 卧槽在三月底的时候就有相关的报导 对 其实有啦 其实我们因为这个议题等于其实算吵蛮久的 那在法界上一直都有一些争议 不过我先带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就是 对先告诉我们通奸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刑罚第239条 反正有一条规定是 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相间者一套 你看这根本就是文言文 那白话文是什么呢? 总之就是你如果已经结婚了 你还跟别人这个外遇 那你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且除了你就是这个出轨的人以外 小三也是适用这个罪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通奸罪 OK 但你要看到这个罪行是要处徒刑的 并不是什么教法精神 它是可能要被关的 是刑法的部分 对而且这个又有另外一个争议是你看嘛 因为如果有外遇一定会发生当事的你有两个 就是外遇的配偶跟外遇的小三 因为一定要有两个人才能够发生外遇 是 是有性气的交合吗 有性气的交合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兴趣的 对 兴趣交合 OK 好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刑法刚刚这个条 这个法条的规定之外 又有另外一个法律的淡书 就是 就是有规定说你如果犯了这个通奸罪啊 配偶就是原配他可以撤回告数 只撤回对于出轨者的告数 然后不撤对小三的告数 就是因为这个规定所以前面才会有这么多的讨论 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个关系有点复杂 我就可以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不要决定我们造假一个案件 我们就用最传统对于这个出轨的想象好了 有这个先生有太太有小三 然后呢就是先生跟小三出轨 好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先生跟小三出轨之后呢 因为这两个人一定是两个人发生的外遇 就两个人都犯罪嘛 是 那他来告了之后呢 他可以单独对先生撤告 然后继续告小三 但是明明就是同样的犯罪行为啊 我可以只针对其中一个犯罪人 就是他们明明就共犯 但我可以只告小三不告原配 然后呢这个东西长久演变下来的结果 然后我也有听说就是因为有通奸罪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嘛 所以造成说里面也有很多的抓奸的成本啊 等等的 所以导致说这个这件事情就用了很多 耗费了很多社会资源 还有司法的资源 所以在法界才会一直有这种 所谓通奸罪到底要不要出罪话的讨论 就是有那么严重吗 需要有刑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吗 这个小三或是这个外遇 真的要抓去关吗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 而且就是不是说刑法上这条拿掉之后 就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民法还是可以处理这个 就是有外遇这件事情 就你还是可以要赔偿 你如果有外遇了 还是有赔偿这个机制在 所以不是就是完全取消 对不等于除罪化 就他刑法上的除罪啦 但是不是就等于说就是你完全没有责任 你依然还有其他责任要付 所以通奸除罪化这种 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今天一天打开电视 然后法官就说 我决定今天要除罪化 就是没有啊 就是像同婚议题一样 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嘛 那其实我们回顾从20年前 就可以看到其实大法官就已经有申请 第一次的释宪 其实那个是最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法官 因为对通奸罪有疑议嘛 就是觉得有疑虑 所以就申请了释宪 但是其实前一次的释宪结果 大法官2002年的时候是认为 通奸罪没有违宪的 就还是合乎宪法不用废掉的 但是所以后来经过了十几年 到了这个2015年又有人在提 又有法官在提这个应该要经过释宪 在今年2020 就这次的大法官就宣判通奸罪 应该要刑法那条应该要除罪化 所以其实就是大法官对法律的解释 也会随着社会的整个价值观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 因为这某些程度就是代表着 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用这样的法律来约束 本来就是会随着人民的价值演变 或是对于家庭的想像有所改变这样 那我很好奇 就是这个20年 你要说20年长吗 我觉得也没有说到很长 但是社会观念会变迁 那他为什么会最后走上 在20年间会走上除罪化这个 我自己的理解是 因为其实有一些 有些数 像这次的那个延迟辩论的 就宣法法庭会先做延迟辩论嘛 要讨论这个东西到底该不该除罪 他们大概有些研究学者就提出一些数据 像我们刚刚不是说 因为你要这个犯罪的话 理论上这个犯通奸罪 就是一定会有一男一女吧 是 对或是都有男性跟女性 但是这个就有统计数据发现了 在这个司法程序一开始的时候 要先侦查 就是要先调查这个犯罪事实的时候 男性的被告是比女性的被告多的 就是每100个女生 女性被告 同时会有111个男性被告 就是男性会比女性多一成 这样想 但是呢 最后被判有罪的 男生却比女生少 好我讲一个也是很性别不正确的 好你讲的 因为小三可能 小三 大家刻板印象认为 或是所认定的小三可能是偏女性 你说都是婚姻中的都是男性 对 然后 因为前面我们不是讲 他有就是一个诞书吗 说我可以撤回提告 如果妻子他要撤回对先生提告 可是我可以继续告那一位小三 然后又是女性的 对 而且 他们就有发现 确实有发现这样的状况就是 如果太太告先生 对 要告是通常说同时会告先生跟小三 对 但是在整个法律的 这个过程之中 他会撤回对先生的提告 所以最后被告到底就是 就是小三 就是发现还有爱吗 这个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再谈 好 但是反过来呢 如果是先生告太太出轨 然后小三 太太跟小 是不是叫什么小王吗 小王 先生告太太跟小王 通常呢 先生比较容易告到底 所以男性在过程中会被撤告 但是女性不会 我觉得我们好像要接触了一个很尴尬的议题 我也丢到后面讲好了 什么什么什么 真正不正确让你来讲 真正不正确 好那我就觉得我从生物面来讲 好你讲你讲 太好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跟观点 我觉得就是雄性 雄性跟雌性不一样 雄性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就是有点像是圈领地的感觉 就说天哪真的很真正不正确 没关系我不许置评 我叫嗯嗯嗯嗯 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你抢了我 差起 对你抢了我的地盘 我就是跟你争斗到底 我觉得我是被之前看那个 Discovery的一个 一个狮子的 或是什么动物星球频道 狮子的纪录片影响 对对对 但是他们就说雄性的生物 雄性的雄物确实有这种倾向 他们会去就是争取 然后去抗争 就是一定要抗到 嗯 然后我觉得雌性的角色 比较 比较不会这样 你怎么没有那么aggressive 对对对不一定要 他有点像是这个东西拿回来就好了 OK 但是我 好 我觉得这个观点蛮特别的 呵呵 像你讲比较安全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 我觉得人类社会就是你很难去撇除 就是那些男性女性的东西 不过这个其实在 在学者他们的研究的角度 他们会是说 因为其实在现在的 现行的社会结构中 还是会有 比如说我们传统上 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啊 那如果你看 如果她是一个 没有自己经济自主的能力的女性的话 她在 她在这个 控告她先生的同时 她就要同时去烦恼说 那我未来生气怎么办 对 那反过来男生相对没有这个烦恼嘛 那没关系 我可以 我还是有工作啊 我还是有赚钱 我可以养自己 对 这是其中一个就是经济的 男女不平等 在经济能力上 另外可以在社会上 也会有些男女不平等 就是说 比如说 呃 某些程度啦 大家对于离婚的男性 或是所谓就是 失婚 婚姻失败的男性 你的容忍度 跟对于离婚失婚的女性的容忍度 其实不大一样 这听起来很不公平 对 就是对啊 就是会有的 就是对男生要离婚 都要离婚离婚 然后黄金单身汉 对不对 可能会是 角度可能会没有那么负面 但是对于一个离婚的女性 其实大家的社会上普遍啊 对于这样的角色是比较负面 所以女生在打这个官色 就会烦恼 就是我也没法跟对方撕破你 就是会有这个压力在 所以不管在经济上 或是这个社会压力上 都不鼓励女生 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上走到底 就是把男生告到底 但我觉得你这个讲法 就是让我想到或许 东吴星球频道 不是东吴星球频道 就是我觉得社会 其实可能真的是在进步 至少在同温成熟 我觉得我感受到 大家鼓励女性独立自主的 那种风气已经越来越强烈 而且以前你会说夫妻不好 大家都劝何不劝离 可是我觉得现在听到 越来越多的论述就是 你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 就是你对家庭为什么一定要是 一个夫妻 你如果很有能力 然后你离开一个对你不好的配偶 然后自己自主起来 其实就是社会也是给予很多的肯定 或许就是因为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风气嘛 背景嘛 我觉得大法官才会出来觉得 不过我觉得大法官的角度应该还是说 因为还是有这些弱势者的存在 是是是 所以他必须他会要让这个法律除罪化 以免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发生 那当然整个社会 但是越来越往就是性别平等的方向走 就越来越不会有这些数据可能会出现的原因 但是除罪化真的能够解决男女之间的 没有但是就是他不能够解决男女之间的问题 但是不可能 但是等于是我不要用国家的资源 不要用刑法 是 就是出轨 如果很糟糕 没有人要出轨 那怎么办 我把他抓去管 好像也不至于嘛 就是没有没有那么严重 那而且是用国家的资源 你浪费司法的资源 社会的资源去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造成的效果 他真的能够维护婚姻吗 好像有没有办法 因为比如说你刚刚所提到的 他本身性别结构上的不平等 或者是说 你如果就是就已经发生外遇了 我相信大家在外遇的时候 也不一定会翻刑法第几条说 原来这个是 事情发生的时候根本不会想那么多 对对 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不会是看了法条去解释说 那我这样子有罪这样没有罪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真的 那么强烈维护婚姻的能力 但是又有相对高的承诺 我觉得从感情上来看 如果这个人的出轨 例如说我的配偶的出轨 是因为他的出轨会犯法 所以他对我的爱就是 他对你的爱是建立在刑法之上 我觉得有挺悲哀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们后面其实会 也还会讲到 因为其实确实有些 反对屠罪化的理由的人 就是真的是这样讲 然后他们怎么说呢 其实像那个 有些反对话 我们之前 我不知道 不然我大家有没有看到 握手的报道 在那个视线结果出来那天 其实有 有些反对方有开记者会 那其中有一个组织叫做 妈妈某 对妈妈某 就是他们有一个秘书长 叫做丹性爱 我每次讲他秘书都很尴尬 因为他的名字叫 他姓丹 他姓丹 然后叫 信任的姓 爱情的爱 对 信望爱的姓爱 所以 对 他叫丹性爱 只相信爱的丹性爱 对 好 那他其实那时候 他在记者会就有讲 他就说 他刮胡 他说的 以我来讲 我知道通奸罪 触犯刑法会不明欲 所以我会自治 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民众 跟我同样的想法 这跟我想法就是 相反啊 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对 就是跟我刚刚讲 是相反的吗 对 就是他真的是认为 他这个意思的反过来说 就是 如果不是刑法里面 有这个通奸罪 我早就去通奸了 对 我在想说 当他的配偶 看到他在记者会 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他信任性 我帮他打一个答 我很好 有点就是 他先生 所以他是反对 他反对主罪的话 因为他觉得这个罪 这个罪 是阻止他通奸的理由 是 因为他每天 他让他想通奸的时候 他就看到刑法有这条罪 阻止了他去从事这个 他认为不正当的原因 对 这是一个反对的理由 然后我自己听到 另外一个反对的理由 是认为 只要修刑法就好了 你说那个刑事 单独撤告 对 就是说单独撤告这一条 去把它修掉 确实有人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造成 比如说刚刚有讲那些男女 会造成这个 在这个性别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 造成这个性别差异 其实是因为有那个 单独撤告的那个条文 你可以把那个拿掉就好 但这次大法官的解释 还是有提到 就是说 他们认为 这个通奸的这个罪 其实不需要用到刑法 就是国家的力量去 介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国家资源 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这种事情 不用国家的反对 你们两个自己吵一吵 你们民事的诉讼 然后谁要赔谁多少钱 这样就够了 我们不希望 还要把人关起来 就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那正支持主罪化的立场呢 因为其实就刚刚讲的嘛 因为你就算不是 没有把别人关起来 其实你民事上 一样可以经过诉讼 然后赔偿 就是一样就是金钱上赔偿 名誉赔偿 然后就是等等的这个赔钱 那也相对的可以解除 刚刚提到那种 对女性不平等 因为其实实际上 他在你看那种数据的结果 变成是惩罚女性 因为太太没办法告先生 那只能该告外面的小三 那之前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案例 就是有种学校老师 他性侵女学生 男老师是吧 对男老师性侵女学生 然后结果呢 没想到 这个视线曝光之后 男老师的太太 是 告女学生通鉴 但他 对因为他可以不告先生 对他就车队了 告女学生 然后当然就是后来发现说 因为性侵 可能需要一些 法律的条件 才可以成立 好 性侵不成立 但是通奸成立了 所以女学生 这个被老师强暴 被男老师强暴了 或是 好就算是实陈恋 好就算是实陈恋 我们退一万步 讲实陈恋 男老师没事 女学生要赔 他们家钱 那个镜头看不到我的脸 我的脸现在很难看 很难看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 当有这样的当时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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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案例 甚至你可以想到另外一极端的情境 就是 我们一样以 这样的故事来做 说明好了 举例好了 比如说 因为 知道有这样的案例存在 因为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可能 男老师可以对女学生 予取予求 为什么 他不怕曝光 男老师不怕曝光 我太太会原谅我 他不会告我 但女学生怕被告 他没有人能够支持他 所以你知道他可以对他予取予求 曝光怎么办 那这个刑法 如果是以前面的那位 女士说的说法 好像也没有达到克服的作用 对 反而是知道 他知道法律可以这样玩 所以 所有的律师就会跟他讲说 啊这个告不成的啊 你举证很难啊 对 所以 那个担心爱小姐 她可能只看了刑法 没有看刑事诉讼法 可以单独对配偶策告这个事情 所以说其实本来就 这个要废除的理由 就是像刚刚提到那种案子的存在 然后还有就是 不应该用国家来介入 这个婚姻之间的关系 那这样所以 我可以把这种通奸处罪化式 也是视为一种国家的进步吗 不过我觉得这要另外的角度想啊 就是到底 就是进步 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 讲进步听起来很正面嘛 对对有点太正面 不过保守听起来很负面 对 但是进步也不一定是 就是 好我说转变好了 就是朝一些不同的解决事情的方式去思考 因为我们再强调一次 所谓的通奸处罪化指的并不是指通奸事情就没有 对就没事的 大家可以出去通奸 并不是表面上那样子 而是说他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 这个犯罪行为 这个行为啦 行为 你现在也不能讲犯罪行为 就不会处理这个行为 对 就不是用国家的强制 然后用形式去处理这个行为 但我觉得他会同时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就跟同婚那时候视线一样 因为像这些争议的法案啊 或争议的议题啦 像这几次都是透过大法官的视线来解决 那当然某些程度而言 因为现在的大法官组成似乎比较我们讲进步 OK 对 那用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说 好像比较符合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意识形态 或我们的想象 对 这是我们也许比较前卫的想象 但是呢 也许有一天大法官的组成 不一定是那么前卫 或者是那么多进步 而是相对保守的时候 他所做出来的视线 有可能跟我们希望的就不一样 但是大法官的视线结果的效益其实很强 他某些程度 有几乎达到立法的效果 当然这样讲不是很精准 但是立法院必须依照大法官视线的结果 去调整他们的修法的方向 但是大法官不用投票 那你说你说 我是突然有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这应该又是一个笨问题 就是 这个大法官的组成是谁决定的 是考试吗 还是 大法官其实是总统提名 立法院通过 所以他并不是直接人民选 你不能够办 所以他跟执政党有关系啊 某些程度可以这么说 就是现在总统是谁嘛 总统是蔡英文 蔡英文会提名大法官 然后由立法院过半通过之后 他就可以当八年吧 八年的大法官 八年 这个比总统还长 对 因为他某些程度还是希望就是 司法独立 对 然后不会就是 因为他选上一届他就不用再担心 还好下一次提名啊 还有什么啊 会不会又被拿下来 那你看像蔡英文他选了一个大法官嘛 然后他投了八年 下一届可能蔡英文也不选 或是说 呃 民进党没有执政了 那但是这个大法官还是是有 他会在 民进党的人选出来的 所以他某些程度会有任期交错 对 就比如像蔡英文现在的 就现在的大法官里面有一些还是 马英九任内提名的 所以这其实会有点平衡啦 就是他任期交错 会前一任总统的 下一任总统的会交错交错 对 所以大法官会变啊 但是他又不是 所以他下一次的这个视线结果 可能又会不一样 而这些大法官又不是由人民直接选出来的 那每次的选 是会受到社会关注的吗 就是大法官人选这个次 你可以关注卧槽 为什么我会替大家关注 就是每一个大法官他背后可能代表的一个意识形态 对 也许进步 也许保守 但是相对于立法委员 因为立法委员其实应该要自己修法嘛 也许法律有争议 他们应该要自己修法 而不是 也许也不是 不一定要通过大法官啊 但是刘志昌的风气 大法官视线领头的风气之后呢 立法委员其实就会偷懒 偷懒 我以为是要更警觉 没有 因为这样责任是大法官来背啊 因为比如说同婚议题好了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 立法院里面有三对进步 有三对保守的立委 但是要通过一个这样的犯 太多困难 现在有人扛了 大法官说要修 一共一共一共一 对啊 然后我们就来修吧 因为立委需要面对选票嘛 大法官不需要面对选票 所以立委可以偷懒 等大法官视线结果出来 我们再推动 所以某些程度也会造成 就是有点 脑立委偷懒这样的情况 不敢自己推 可是确实 你这样讲起来 我都会觉得 好像每次这种视线 然后由大法官来决定 事情的时候 大家社会关注度会变高 然后他的公信力 国家的公信力 也会特别高 对啊 因为他宣判出来 视线的那个结果的 那个效力很高 感觉很像这种神的 某些程度 神的话这样 他就是 他可以要求立法院 对他强度很高 要求立法院 往哪个方向 去做法律的修正或制定 然后当他做出视线之后 下面的人也不可能说 当作 可以忽略他吗 哎呦 他可能可以来不及修法 但是 或是 那要看他们视线的条文的结果 像比如说 如果同婚那个时候 视线很急的话 他的说法是 要立法院两年内 要做出调整 不然 对 那这次的修法是 通奸会 通奸罪 在他们宣判那天 就直接 失效 直接有人就被放出来 所以他会给一些 他会给一些不同的 这个失效性 因为修法需要有点难度 对 他会给不同的失效 不过就我所知 他们在做 所谓的视线的过程 是公开的吗 还是是 是都会直播给大家看 会有那个 像这次的视线 结果出来前 在三月底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先开一个叫做延迟辩论 宪法法庭的延迟辩论 就是找那种正方意见 反方意见 官方的就是各种相关部门的意见 他们说他们为什么支持 为什么反对 然后就会留下历史记录 而且在最后的大法官视线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 因为其实不是一致通过的 会有 当然 每个大法官会有留下就是 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大致的结果 但一样会有一些 会有大法官留出他的部分 有点像说 我部分同意 但其实我有部分不同意 或是我有一些反对的怎么样的意见 然后他们会有各自的一些 有点像是他们意见的报告 所以其实如果仔细续看蛮有趣的 因为并不是每个大法官 你这个案子都认同 通见处罪话 我觉得法律这种事情 本来就不能是 非黑几百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 其实这个讨论反而是 反而是好的啦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因为那个东西是 会留下历史记录的 就不管你 现在可能觉得有争议啊 或现在觉得很好 这样通过很好 也许十年后 二十年后拿出来看 都会觉得 当时人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时代在转变嘛 就跟2002年 当时通见处罪话的那个 视线是没有过的 但这次过了 当时的人 留下的记录 现在去看 可能会觉得荒谬 但是谁知道 二十年后 大家看现在的这个 处罪话的记录 会不会也会觉得 也很荒谬 当时怎么那么前卫 或是当时 怎么会这样想 说不定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声音出现 但我就觉得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通见处罪话 我那时候问你说 要不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有点疑虑啦 觉得说好像太法律了一点 然后我就很怀 因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 很难 但后来你就跟我说 其实这也是很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就想想确实 它反映的一个价值 其实是跟我们生活 或是说 又说我做一个女性 然后从以前的 大家对女性的期待 跟现在我受到的教育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像我在看通见罪资料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对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如果 如果我先生去 就是做这件事情 我一定是告到底啊 我一定两个告到 他们两个就是 裤子全部都脱光这种 谁会放过他啊 就是我有被这样子的教育 就是说 你不能让别人就这样欺负你 可能我自己经济独立 所以也是你前面讲到的那个东西 对所以就这个 我们这礼拜讲的就是 会跟大家分享 通见罪资料化造成的这个效果 还有就是它其实 长久演变下来不是那么简单 好了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留到最后 听我们这个 对因为我们开头有讲 对对 说最后其实是有 博客来的一个活动 所以到我们抽奖时间 难得我们有一些feedback 因为我们上次 叫大家留言 卧槽好棒棒之后 然后我就怕 我的听众就是留言之后就 对对因为我们原本想说 应该不会有人留吧 就他这里有人留 那他私讯给我们 我们是好像应该要回个礼 我们有说谢谢 对我们就发现 我们只能 谢谢谢谢你的留言 然后没有办法做更多 觉得不好意思 这一集算是帮大家争取一些福利 没错 然后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 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 有跟博客来合作 那他其实就是有提供礼券 要我们帮他们分享他的活动 他们其实这次是要推广一个世界公民的概念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更了解世界公民 然后了解社会参与 然后读更多书改变这个台湾的角色 那你觉得世界公民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会是往这个方向诠释啦 就是越在地其实越国际 这叫什么 越在地就越国际 and local叫做glo-co-lize glo-co-lize glo-co-lize 然后这个真的有这个字 怎么你讲清楚一点 glo-co-lize 就是 因为你其实如果你纯粹 你只是想要说跟国际化 然后完全的就是跟别人一样 其实你就没有自己的 你会失去自己的特色 你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 你只是一昧的跟别人就是想要一样 所以其实 我觉得台湾或是台湾人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先好好的了解自己 我们自己的这个土地上 发生过哪件事情 然后我们自己在现在国际社会上 扮演这样的角色 然后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要如何去跟世界的 各个其他角色去做互动 然后才能够做好一个世界公民 因为毕竟国际就是也包含我们啊 不是因为我们跳到了一个国际的大海中 台湾的主体型就消失了 对 我们还是一个人 一个角色这样的感觉 所以先认识自己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书 其实我们之前有写过相关的报导 叫做国家的决断 给台湾人看的二战后国际关系室 我要跟大家讲 那个某某每次买早餐的时候 都会带成一本书 因为看起来就是超像文青的 我带着一本书我有在看啊 对我就拿着书 从捷运站走到办公室 你也太厉害了 大家就是小心不要撞到我 好这本书的作者是叫张国成 他是一个学校老师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分享了很多 就是台湾能够做出历史决断的时刻 但是我们却错过了 那又为什么台湾会落入现在的国际处境 就是不被人家 不被大多数的国家承认 然后很难参加各种国际组织 然后里面还有透过就是 比较台湾自己的历史 还有其他国家演变的差异 因为其实像二战后有很多国家 也都是从殖民地啊 或是濱临崩溃崩解的这个国家 又重新建立或是成为一个国家 但某些程度台湾错过了那个机会 所以了解这些历史 可以更了解我们在国际中的位置和处境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还有蛮多书想要跟大家一起 想要推荐 但很难一次讲完 那如果我们也记出来 应该是明天6月5号的时候 那我们卧槽会在脸书 会推出这次跟博客来合作的推文 贴文 然后大家可以就到我们的脸书上去看看 那个我们有些好处 其他的好处推荐 还有些抽奖活动 就是到我们的粉串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然后我们这一次 有在资讯栏放一个podcast问卷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好紧张 如果希望想要抽博客来的e-coupon 就是电子礼卷的话 我们只要花一个很短的时间 把podcast的问卷填完 其实我觉得 也不一定是为了要得到礼卷啦 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或是你非常想要支持卧槽 但是你没有经费资源的话 我觉得是像这样 这样子提供一些意见 其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方式 应该是我们也很想知道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或是你会想要听我们讲什么样的题目啊 或是有什么就是疑难杂症啊 想要分享的啊等等 都可以就是透过问卷 然后留言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想法 因为我们很想要了解你们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个填问卷的方式呢 就顺便测试大家到底有没有听完 然后我想说收集其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是我们就在节目中慢慢的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没错没错 然后今天讨论的很多的主题跟内容呢 我们都有相关文章 我们都会放在连结区 包含podcast的问卷 也会都在各大平台的连结区 包含youtubepodcastsoundonspotify 应该没了 对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样 但是你一定找得到我会写得很清楚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们的脸书IG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开启小铃铛 最后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希望大家一定要定期订阅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 没错没错 拜拜 拜拜